好 在宜蘭羅東夜市有個很特別的攤位 它是全羅東夜市最大的攤 幾乎一整條街都是同一個家族的人 他們一家十二口 在大姐的號召之下 紛紛回到羅東老家 而如今他們賣的磕蛋包 已經成為觀光客的必吃美食 有些磕蛋包的嗎 往前面來點好嗎 帥氣的把帽子反戴著 大熱天烈 趕著包磕蛋包的陳月勤 滿臉汗水 為了一家生計 他一雙手沒有贏過 靠天十萬當然是會辛苦 在外面奔波也是會辛苦 但是很幸福對不對 對 我們盡量做而已 沒有把它計算 剩五百個 有啦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這樣的一家人安心一起打拼 就喜歡 這不喜歡就是做到 建築時段的時候警察 因為那個時候材料都準備了 不做的路實 回想過去路邊擺餐的點點滴滴 二十多年前從家庭代工 轉做夜市生意 也把在台北做麵包食物的弟弟妹妹們 通通拉回國東老家 一塊賣磕蛋包 買蔥油餅和骨肉的生意 我們一起的一個人排就可以了 我們要不要跟朋友玩一下喔 想要點燒餅的在這邊點喔 我想我們現在排一下 起鍋都要 可是人家都驚豔 辛苦是一定會的啊 但是 但是就是很快樂 團結就是力量 其實一個家庭 有一個事業 難能可貴 一次排開 一家子十二口人 經營整個羅東夜市最大的一個攤位 從老到小把吃苦當吃補 而且享受吃苦 羅東美食讚讚讚 非常道地的美食 很香 然後它會撩很多很實在的感覺 很包滿 一口咬下熱騰騰的磕蛋包 在羅東夜市裡 它是最醒目的人氣攤位 成家一家子在汗水中 堅持他們令人難以忘懷的 家族情感和美味 等待會